畫的時候用預設紙就好 你可以在上市圖畫 畫完以後再用貼附點的方式 把這個指頭關節拉到正確的位置 再來它的命名方式是 Hand Root Joint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Hand Root 然後再來是Middle Pound 然後再來是Middle 1,2,3,4 這樣 那這根關節到時候會跟 你原來的手腕關節去連接起來 再來我們這邊就是再繼續畫 然後這邊你可以點這個位置 直接繼續畫出去 也可以先畫這一節 用Parent的方式把它點上去 這邊就是Ring 1到Ring 4 再來這邊也是一樣 這樣畫 這邊應該是Index Finger 就是食指 接著我們要去檢查我們的骨頭關節 方向到底對不對 那這邊我們可以事後用這個方法去解決 關節不對的問題 選到Hand Root Joint 不對這是Middle Pound 選到Middle Pound Joint 要做Orient Orient的時候 Primary Axis是X Secondary是Y 直接按Orient 就搞定 這邊先處理這一段 切到Top Shedding是Sray Sray 再來Skeleton Skeleton Skeleton Joint 先Receit 從這邊開始畫 這個是Hand Root Joint 這邊是Middle Pound Middle Pound 2 3 4 OK Enter 再來快速鍵Y 從這邊開始畫 點這裡 然後這邊開始 1 2 3 4 Enter 快速鍵Y 再重複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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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邊開始命名 先選關節 這邊快速鍵F Shift and to front 展開來 這個Double Click 這邊是Hand Root Joint 手的根關節 這邊是Middle Pound 就是手掌的中間 再在這裡 Middle One 中指的第一根 先B好了 怎麼切換輸入法到了咧 Middle One Ctrl A Ctrl C Enter OK Middle Two 3 4 OK 這邊是index finger 指 Index One Ctrl A C Nix 這不是pink key 這叫做RingFinger RingFinger 所以是Ring 1 先從這邊開始拷貝好了 A Ptrl C 2 2 2 1 OK,所以我们现在这几个指头搞定以后呢,先把这根关节整个拉上去,Snap to point,贴附点。 Giamatry要先关掉,所以Hollygon,贴附贴附贴附。 贴附完以后呢,从上市图看一下TOP,我们现在贴附功能要关掉,Giamatry要开,Giamatry要开,开完以后呢,你再调整它的位置,OK,差不多到这里,OK,开错了,接着开始画这根关节,从这边开始画,一样要有一根两根, 出去,然后再来又是一二三四,那这四根这些关节的名称命名是Pinkie Pound 1,Pinkie Pound 2,这是要干嘛用呢,比如说你手握球的时候呢,那个手掌会变得,就是整个会是包覆住这个球的时候,这根关节就必须要旋转了, 所以Pinkie Pound 1,2,然后再来是Pinkie Pound 1,一直到Pinkie Pound 4, 好,这边我们现在选Skeleton,Joint Tool,Create Joint,我刚刚好像还没有调走向,不过没关系,等一下再画这条好了,这边开始,Pinkie 1,Pound 1,Pound 2,Pinkie 1,Pinkie 2,Pinkie 3,Pinkie, Pinkie 4,先取完名字,我等下再处理轴向,Pinkie 4,先全选好了,Ctrl A,Ctrl C,后面再加一个E,Ctrl V,2,再来是Pinkie, Pinkie 4,再来是Pinkie,Ctrl A,Ctrl C,Pinkie 1, Pinkie 1,准备, 准备, 好,再来处理轴向, 哎呀,有,有,是,enter,结束,Perspective,這邊先看一下它的轴向,它的Local Rotation Asist,切到这个Component Mode,然后再把这个五吻号打开来, 其实它的轴向我是没错,我干嘛要改呢? 对呀,轴向没有错,其实这里有个轴向等一下要改了,我觉得你就先做这个吧,就有点像打字练习, 對呀 那個 放給你